- 字幕作词- 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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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ki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 是有非常多刚入主圈的小豆腐 希望我可以做的主题 那就是B.O.名字大主席 Yeah~~ 好 那今天呢如果只有我自己拍影片 然后就是在镜头面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 好像也太无趣了 所以呢我们就 就请来我们的编辑团队 就是我们的粉末编帮我 整理了一些B.O.名词 就是大家该入门的时候 应该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名词 今天会准备20个题目 然后来测验看看呢 到底我20题里面 会答对几题 那我们也有请到我们的片师小易呢 就是今天来帮我出题 帮我计分一下 那测验前社长有没有什么宣言要跟大家讲一下 宣言吗?如果 如果没有80分的话 我可能就把这个宝座让人 我先走了 如果你们的分数有超过我的话 你可能可以跟我一起拍影片 这样子 可以跟我平起平坐的概念 好 希望我可以 努力的得到80分 前面都很简单 我们来后面比较进阶一点 好 应该80分可以吧 好 我们来测再来说 好 那如果也想要知道就是 BL名词或是你们也想要测验的小豆腐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题 这个最简单的 这是喜欢BL的人的通称 应该还不用写了吧 我真的懒得动了把一番比欸 扶女就是男 那就是我 你男扶女 第二题 如果特别喜欢两个人的互动 那觉得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一对 那他会讲这是一对好什么 好什么 好什么 CP吗 是吗 没错 就是好CP 也太简单了吧 你还扶摸边呢 前面都很基本啊 好 前面很基本是不是 好好 第三题呢 这个应该也算是就是入府之后 比较基本要了解的 这一本作品之中 她们在圈圈插插插 你知道吗 诶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就只有这两个 诶 诶对对对没错 因为我写 我在写太多了 大部分就是 刚有的名词我都知道 有关于这个东西就是应该要 天哪白板的字好丑喔 天哪 这不是我真正的字啊 对啊 第四题呢 是源自于日本 是指自创或不受商业影响的创作 两个字 自创 然后不受影响 不受商业影响 啊 ok 这个 应鸿 答备了 同仁 同仁的话 其实同仁它要讲的名词 我在那支同仁字影片当中有讲过 其实同仁它不是只有二创而已 其实原创也算是同仁的一种 其实主要同仁字的意思就是 不是商业制 不是透过出版社出版的 自费出版的 其实那就叫同仁字 对 其实这个名词概念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可能以为它就是二创 或是它就是同仁的作品 就是同一个人可能是不同的属性 这样子 再来 第五题 这是超简单的 我是不是答这个三题的 有没有人在帮我计分啊 你答这个三题 我问的题要 好 好 很害怕 那个 没有判过八十分 这超简单的 第五题 就是好结局跟坏结局的缩写 哦 这个 真的有人不知道欸 我真的是发现有人不知道 有啊 最近今天我朋友也才问我 H1跟B1 其实这就是 happy ending的缩写 然后这就是bad ending的缩写 再来第六题 当一本书呢 有两个人圈圈叉叉叉的画面 我们会说这本书有什么 那如果没有的话 则是什么 哦 哦 没有那个哦 好好 没有哦 有两个答案 我自己是这样嘛 H1 是吗 就是肉肉跟清水 对 H H 这很重要 只要有这个的话 就是大家都会看 欸我真的 我之前曾经做过清水的主题 但是都没有人看 你们真的是 好啊 大家都很做的 大家都对啊 我自己也是 不讲不分你我 我也是 那再来第七题 如果A比B的年纪还要大 那我们会通常讲说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或者是什么样的漫画 又是它那个吗 就是黏上 没错 对 年下的话就是 比另外一半年纪大的那一方 的属性是什么 然后年下 譬如说年下是公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公跟寿嘛 那可能年下公的话 就是这两个人当中 年纪比较小的人是 一号那一方 对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已经答对七题了 太简单了 欸等一下你说二十题的话 我要答对几题才是八十分啊 只能错四题 其实蛮少的 等一下 突然觉得好像 后面只是怕你不会写 怕你不会写 哦字不会写 应该怎么用怕你 就是不会那个意思 好好好 好 那再来第八题 这个呢 在本意是指 与众不同的事物 那另外一方面 在日本的ACG 另一方面 在日本的ACG界中 它被引申为 血腥残酷惊悚之意 血腥然后那个 残酷 惊悚 对两个字 就是 当这本广化啊 哎呀我知道了啊 我好像知道了 真的是算这样子的解释吗 是很奇特 然后很怪 或是非凡的事物吧 对就是 怎么讲 就是超脱框架 超乎 超乎 逻辑 是这个吧 对没错是猎奇 猎奇 但是猎奇的定义 我觉得比较广 他不是好像 不是只用血型 他就是 非常理 然后发生的事情 其实应该算是 就是猎奇 啊我字 蛮美的啊 自己就很好看 自己 自己 对对对对 自己欣赏一下 好 再来第九题 单方面的强制独占对方 那此情况 大部分是攻对兽 比较多 就是三个字 攻对兽比较多 蛮好笑的 对啊 的确是这样 没有错 这个吧 没错 是不是表情也太可爱了 我的雷 我的雷点 我的雷爆炸区 等一下 地雷要怎么画啊 这样子 我呢 这好像画成苹果 因为雷达 对对对 这有地雷 我在雷区就是强制爱啊 然后地义人称啊 太虐的我也没办法 太虐的你能办法 我不行 我也没办法 我看一本月的 我要看十本 贴的不回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被反噬 就是内心受到太大的冲击 所以必须要识几本 然后来平复一下心情 再来第十题 它原本是指最为正确或常出现的人事物 但通常在作品里面也会是指个人偏执的认定 简单来说就是主流的意思 而且较为大多数人的认同 你不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 答案是王道 王道 哦大多人的那个 对对对对 好吧 大多人 名词 你再讲一次 就是主流 主流的意思 ok好好好 大多数人的认同 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的三四机会了 怎么办 再来第十一题 那刚刚有一个比较相似的 假设说有一本洛品 下属为公 上司为寿 就是地位较低的是公 地位较高的是寿 你会说这是什么三个字 我很恶熟欸 让我想一下 那我常常用这个名词吧 还好 啊我大概 我我 我还要以服摸名的角度去 去想 这个名词 有可能是那个 对 下课上 我能答对 这样子看这个订阅的话 你们答对了有几个人 我觉得下课上 好好好 希望大家都答对 我非常想要知道 大家都错 错在哪一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年下来 另外一种讲解 对下课上 对啊 ok 伴珠吃老虎 就是我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嗯对 再来呢 第十二题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是将虐恋的意涵进一步的细分 那可以翻译做 臣服与支配 臣服与支配喔 对 四个英文字 啊 啊我在讲清楚 这样子吗 没错 BTS 这个是 糖果跟鞭子 对 就是给它一个糖果 再一个鞭子蛋 然后蛋的话 它就是在当中就是支配者 就是 掌管所有 嗯 sab的所有行动啊 行为啊 然后 会去调教它 然后sab的话 被人家需要 然后需要被人家掌控 然后因此而得到就是 抚慰的一个角色吧 所以他们算是相辅相成的 其实BTSN 唯有做过就是 影片做介绍 不过呢 这个主题就是 常常会被YouTube的黄标 所以后来就 不肯再做了 就只有做过那一支 然后那一支还有黄标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大家仔细去查 大家仔细去查 仔细去查一下 第十三题 嗯 主角的外表是那种 好好先生 但是私底下很喜欢欺负人 会说这个人很怎么样 很假 很假 很怎么样喔 很两个字吗 对 两个字 嗯 这个该来是怎样 这这这 名词有好多喔 两个字喔 这个 这个 对 应该是这个 腹黑 反差的话是 我刚刚一开始想的 就是可能角色之间 比较有反差 但是你说好好先生 那应该就是腹黑 只会想到那个 小天使准胎 哦 没错 准胎就是很典型的 腹黑的人物 那我放几个就是 比较经典的腹黑人物在上面 蛮多作品的都会用腹黑设定的 可能是去喜欢 对 对 第十四题 这个比较难一点 是通过一种叫做结合的方式绑到一起 然后结合的方式分为两种 一个是精神结合 一个是肉体结合 一旦肉体结合 就很难将两人分开 它重点是在精神结合跟肉体结合 精神结合跟肉体结合 我这很难欸 嗯 天哪 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好难想出来哦 它是源自于美国 源自于美国哦 对 一个设定嘛 原始的设定是不是 对 原本是欧美同人圈的三大设定 哦 那这个我知道了 不过这个名词我想一下怎么写 嗯 嗯 这样吗 是这个字吗 嗯 第一个字是什么 是想吗 想念了想 不是 哨兵的哨 哦哨 然后哨是那个向导的 就是你把那个第一个哨的下面改成 像 我好像比较绕口里 等一下 所以我自己是错的 两个字都错 等一下 所以这是什么 哨兵的哨 哨兵的哨 你认识想石天堂的哨吗 对啊 我刚才说在想想石天堂 对啊 我想说我 我搜寻我的词典里面 我会写的那个哨 好像就是那个哨 我们要变成语文小教士 哨 哨 诶为什么写想哨 对 哨一哨 等一下 哨 哨 啊 那是这一个吧 这一个 对那是哨兵的哨 哨还是错 哨 走向的向 不是 喔 向往的向啦 对对对对 这样子啊 喔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 反过来反过来 我可以被扣0.5分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才说是 不怕你不懂 就是怕你不威胁 喔 那是这个 怎么会出这个呢 这个 这个应该我的频道里面没有介绍过 这类型的作品 但因为我其实也有曾经看过 这个设定 但其实我好像有点get 知道它很萌一点 如果你们也喜欢看这个类型的 文文化可能可以推荐几本作品 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也许可以开启一下我们的新世界大门 然后再来 第15题 它是一个包含无限的元素 小说一般都是这样 目前现实未知的科技 或者是 易能创造儒科空间 嗯 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 框架比较不局限 无限流对吗 对 其实无限流应该算是 这几年来比较多在 嗯 原单文当中 里面出现的一个设定 它的世界观跟逻辑都是 这个创作者赋予它的 然后架空出来的一个世界 然后那个世界当中可能会利用通关啊 还是游戏的方式 然后整个故事是在这个无限流的架构里面 产生出来的故事 终于快要 结束了吗 终于快要结束了 真的假的 你现在自己集体了 16题 哦快了快了 OK 好 90分是不是 诶自己帮自己加分数 好 好 90 95分 呃 这一题呢是 原本是日文词汇 意思是小时候的玩伴 但是常被认为青梅竹马 其实是不分 对它是不分型别的 三个字 天哪 为什么名字也很 那个是 等一下第三个字忘了 是 又训染 又训染 是不是 染色的染 染啊 就是 但是它这个 就是我常常会什么 迅又来 然后又选 但是有点 我原本也是 塞个字会有点搞混 好啦算错 没关系 我勇于承认错误 欸你只剩 1.5题的扣打 1.5题是不是 对1.5题 我现在觉得很紧张 没事是没几题了 好 好 再来第17题 它是一个网络流行词 假设主角是一对亲兄弟 然后他们相爱的题材 我知道了 对 这颗骨骨 对 通常大家都会说兄弟骨骨 近亲的那种比较禁忌的关系 好 再来第18题 它也是源自于日文 就是指非人类 然后也是属性的一种 非人类 然后是属性的一种 哦 两个字吗 两个字 人外吗 对 没错人外 因为人外我最推荐的作品就是MADK 因为这是我 频道里面第一次介绍人外的作品 人外的作品 其实它的名词定义还蛮特别的 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看 不过人外是蛮阴忍而已的啦 有些人外是真的蛮可怕的 或是大家会觉得比较恐怖啊 然后会反感一点 但是其实人外也可以画得很艺术 就是如果想要看一下作品的话 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看MADK 这本 下来倒数第二题了 嗯 这个呢是指 被他人强占配偶 或者是被戴绿帽 讲词翻译就是戴绿帽 哦 然后多人是吗 多人吗 好像也没有特定说有没有多人 NTR NTR A片最爱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NTR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刚刚早易讲的那个意思 就是你问男生的话 NTR是什么 他们一定都知道 对 A片是最常用的一个用语吧 对 比如说你的心目中的初恋啊 然后或是你的女神 然后就突然之间被别人强摘走了 就是 蛤 居然不是原配就是被NTR了 对 好 最后一题啦 那这个呢是 呃 他前面我忘记了欸 什么婚啊 你忘记了 嗯 你要公布答案吗 也不是同婚啊 就是 嗯 好吧你公布吧 我一直半可想不起来欸 答案是 行婚 行婚啊 行事上面的结婚 对没错 因为就可能很多人就碍于压力之下 然后去成就了这份婚姻 比较知名的作品来讲的话 好像韩国有一部就是电影 其实就有在讲行婚的议题 他就是两对CP 然后一个是女生同性恋 然后一对是男生同性恋 然后他们两对CP 就变成两对夫妻 嗯 就两个人就买在对门鄰居 然后中间打分的 就他们常常就是在家里就是互相就是 两个CP是各自分开生活 但是如果有一方的家属 或是亲戚来找对方的话 他们就会立刻就是 从中间通告通道 然后去找对方 就是假装是很恩爱的夫妻 对所以很多这个方面的东西 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大概总共 我总共几分呢 他好像有帮我们那个 总分20然后你得到16.5 16.5 所以是82.5是吗 对 82.5好 你们82.5看有没有人全对 有全对真的很厉害 可以跟我报名就是一起录影 跟我们的reaction之类 很缺人就是一起拍reaction的部分 好所以你有80分以上吗 有我自己算的话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笑想 其他都知道 真的假的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已经知道答案的状况 他就看好像 其实都知道 但是像 像行婚那个我其实也知道 但我意思反而会出来 会讲不出来 对啊 看看大家答这几题都 对 好那希望今天的一些小测验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就是更熟悉 然后更了解一下 逼游生态圈的一些专有名词 然后如果是刚入圈的小豆腐的话 也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会有帮助 好那如果说呢 有想要也补充什么样的名词 然后或是想要看我做什么样的主题的话 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然后请记得在最后帮我把这支影片按个赞 然后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啰 拜拜